- 挑戰新聞,挑戰您止血極限,大家好,我是陳雄薇 平常我們講到特警局的幹員,一般的印象應該都是身懷絕技,一身武衣,人高馬大,或者是虎背熊腰的硬漢 但是在美國的特警局即將要創下了他們創立以來,148年的先例,就是由女性來擔任特警局的局長,負責要掌管美國第一家庭的安全的重責大任 所以今天我們就先來歡迎我們的一個來賓,要來探討一下,告訴大家在美國這些特警局的一些秘辛 首先介紹的是資深的媒體人王瑞德 雄薇好,大家好 再來是實踐大學副教授賴岳謙 大家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胡孝成 大家好 還有環球科技大學的教授歐重慶 大家好 還有藝術史的學者求建一 大家好 好,雖然現在美國的特警局交給女人當家,可是可千萬不要小看這位叫皮爾斯的女士哦 他不是空降,他也不是這種文官出身 他是扎扎實實的在特警局一當就當了30年的資深探員 如今獲得了拔卓是一片叫好聲 也被認為是總統歐巴馬下的一步好奇啊 一起先從新聞來看齊 成立148年的美國秘情局出現第一位女局長 今年53歲的女特勤朱利亞皮爾森出任局長,扭轉秘情局是男人幫的形象 由於去年歐巴馬到哥倫比亞參加美洲峰會時,隨行的秘情局人員竟然爆發集體嫖妓的醜聞,讓美國顏面無光 這一次歐巴馬清點皮爾森出任局長,首要任務之一,當然就是整頓 秘情局形象 好,就像剛剛新聞裡面所提的,現在會讓秘情局由這個女人來當家,實在也是因為了這些美國的男性探員自己不爭氣,太不像話了 去年這個一個重要的峰會裡面,竟然搞出這麼大的一個瓏子,所以現在才變成要有這些女性的局長來負責整頓 沒有錯,這個為什麼會誕生的美國第一位女性的秘情局局長,就跟男性殺文主義殺豬傳奇不爭氣有關係 去年4月的時候,美國總統歐巴馬要到哥倫比亞去參加美洲高峰會議,要有先前部隊 先前部隊去 先去檢查看看打點好一切 這很重要 結果13位秘情局長他選擇的方式去喝酒,順便召妓 召妓就算,偷偷召妓也無所謂 對,招完妓以後呢,因為這個閱讀支出的問題吵架 跟那個妓女在飯店吵架 還想不付錢就是了 驚動當地警方 所以這個醜聞全部爆發出來,哇不得了了 一發現13個秘情局的局長 哇還一群人 哇一群一大群 這個事情傳出去以後就丟人現眼了 變成一個國際事件 美國總統的特性對 對美國總統的特性對 近招季還不給錢 亂七八糟 還變成國際事件 徹查 總共當下先把20幾位 20幾位軍方的秘情局全部調回去 秘情局這個是蠻有意思 因為他大概有5000名左右 便衣跟這個專制服的這個 其實是很大 對很大 但他女性只有一成而已 所以他長期以來 相對於其他的執法機關 他是對女性是比較歧視 對 人家說他大男人主義 殺豬傳奇的這個單位 我們一般看電影印象也是 一定都是伸手腳見 對啊 你要什麼魚什麼線通通都有啊 對啊 那秘情局呢 他自己本身 因為他發生這個醜聞啊 那局長就很難堪了對不對 當然 撐撐撐撐撐 撐到今年初 終於退休 要退休啊 就下台 那當然要新的人 那因為新的人選啊 在歐巴馬剛好之前這些醜聞 去年發生一大堆醜聞啊 連之前有一位局長 也不是搞到小三小四 弄得不可開銷嘛 他急遇趕快要擺脫這些 桃色的糾紛 所以呢把這位皮爾森女士呢 他本身啊 其實他早年的時候是警察局 待了當了三年的女警 然後後來加入秘情局 到現在已經服務大概快有三十年了 然後呢他自己本身呢 其實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加入保護 這個第一總統副總統的這個行列裡面 所以這真的就一步一步爬的 就是探員 其實這個生活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一旦出去的話就沒有個人啊 你就沒有個人 你的命就是要保護給總統 你就沒有個人 那如果萬一像雷根 大家還知道雷根遇刺的時候 然後開槍的時候 他的那個保鏢衝出去 碰 丟進去 對 就是要擋就對了 你要幫他擋子彈 我們像我們台灣擋子彈是要一百萬 對不對 他們是不用啦 他們不用啊 榮譽 秘情局是榮譽 那麼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那秘情局是怎麼來的呢 秘情局其實到現在為止已經接近一百五十年 大概一百四十八年的歷史 秘情局是隸屬財政部 因為跟這個有關係 跟這個有關係 又跟一塊錢的美超有關係 秘情局的這個開始創建 跟美超有關係 因為美超是全世界的這個強勢的貨幣啊 所以很多人偽造 很多人偽造了以後呢 必須要有一個單位專門破解這些偽超 所以從秘情局就是這樣誕生了 所以當時的秘情局是直立所謂的財政部 財政部 對 那到後來 因為後來啊 在1901年的時候 美國總統遇刺 所以後來秘情局加入保護 第一家庭 第一總統副總統 那包括他的未成年的這個子女 由秘情局來貼身保護 所以才有剛剛講的 包括雷根的這個寶貝要去衝出去這個保護嘛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事實上 我們跟美國後來斷交了 但美國秘情局 三不五時就派幹員來到台灣 也跟這個有關係 也是跟錢有關係 過去二十幾年來啊 常常有秘情局的探員啊 秘密來到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接收到一大堆 當然不是只有一塊錢啊 通常是100美元 對 來自於北韓早期未改版前的CB版的偽造美鈔 那個技術 那個技術是國際級的偽鈔技術 國際級就是說 如果不是專家的話 連銀行的銀行也會被騙過去 你的銀行呢 什麼驗鈔筆 驗鈔筆都沒有辦法 所以秘情局特別到台灣來 那秘情局也跟我們一樣 跟我們一樣有很多的 我們的比如說我們的特勤人員 他有代號 警察人員也有代號 比如說玉山觀點 玉山一號 一號就是總統 都沒有再直接叫名字 不會說馬英九要來了 馬英九要來了 不會這樣 要不能明碼 要密碼 所以都會有個代號 那對每個領袖也都會有個代號 比如說杜魯門的代號 就叫做前總統杜魯門代號 就叫做將軍 所以將軍來了 將軍來了 將軍要出動 無限電呼叫 就知道我們杜魯門總統來了 好 所以這邊的事 先告訴大家一下 美國特勤局的這些歷史 不過剛剛瑞德哥講到這個代號 那就有趣啦 最早就是從杜魯門的總統開始 開始給他們做代號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 現在的第一家庭 其實這名字也滿有趣的 為什麼呢 現在歐巴馬在特勤局的代號 是叫反叛者呢 這個總統都不會說 給我取好聽一點的名字 怎麼會叫自己的總統反叛者 那當然了 這個密學歐巴馬 哇這第一夫人 這名字就代號就好多 文藝復興 至於呢 這個兩位呢 第一千金了 一個叫做玫瑰花蕾 一個叫做光輝 當然這個是現在的第一家庭 如果是講到歷任的這些美國總統 也有一些比較有趣的代號 比如說像雷根總統 他不是犀牛皮 他要叫他生的牛皮 然後呢 像克林鄭總統 就是Eagle 就老鷹啊 然後呢 小布希總統是叫他領路人 所以呢 這個代號到底怎麼取的 也不知道 但我們會好奇啊 就是呢過去的這個 你看了很多的這些 好萊塢的電影作品啊 只要講到了這個 跟第一家庭有關的 一定都有這樣子的題材 還是講這種秘情局的這些探員呢 保護呢 這些第一家庭的一些生活 我們一起先 隨便舉一個片子 來看看片段 其實你看到這些電影呢 大家都會有一些 好像比較刻板的印象 這些秘情局的探員 一定會這樣子 像我們這樣有一個耳機 然後呢 還要有一些制式的一些裝備 甚至他的裝扮 而且他保護了 不只是總統 第一家庭的成員 遇到重要的場合啊 國外的元首來啊 或者什麼特殊的活動 他們的這個道理 好像就跟終極保鏢一樣 要怎麼樣練出來呢 小誠哥 完全都是這些好萊塢的 這個電影所害 真的是啊 你知道為什麼呢 就剛剛講的 有些標準制式的一個設備 包括像一頭看耳機 對不對 還有你看動不動的話 我們看電影這樣 我跟你講喔 前面有個妹過來囉 好像這樣很帥啊 像很帥啊 對我跟你講 所以他們其實聊得不 我告訴你 真的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呢 在台灣就有個傢伙有沒有 就每一次動不動 也是像你這樣子 去那邊買了一個這個 掛在那邊有沒有 我不是妹啊 我公司出來 然後另外他動不動 因為講話的時候 就很神秘這樣 我跟你講前面有個妹來 就真的是有這樣 密情局喔 這個當然就剛剛瑞德有講到沒有錯 他一開始從財政部這邊過來的 對 所以他到現為止 除了保護總統 還有不知道家人有沒有 副總統 其實家人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針對經濟犯罪 像例如什麼 美國那個偽鈔 偽鈔 偽鈔的信用卡 還有包括一些重大經驗 這是密情局 他的一個 他的任務 而且是最早的 還不是說保護元首 到現在還是有 還是 這個業務還仍然一直保持下去這樣 那密情局分成兩種 一種是我們一般看到的 剛剛前面講的這個 戴的耳機有沒有 沒事故意裝神秘裝的那種 便衣的 便服的 這是便服的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另外就是有所謂制服的 我們現在看到整個白宮有沒有 內外那種制服的那種 看起來很像警察這樣子 甚至他是密情局 人員的身份 他不是美國警察喔 他也不是FBI 也不是CIA的 他這樣子 現在的歸屬 就是不是警察局管 也不是什麼管 他就是有自己 直屬的一個部門 是 台灣那個編制 基本上來講 是跟那個美國的密情局 他整個編制大致相仿 那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過去的時候 密情局主要的公 主要一個任務是 幫總統跟副總統擋子彈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他就 以所謂的手勢為主 也就是說 防守的正式 如果元首出去的時候呢 他分成三個圈圈 外圍 中圍跟內衛 這三個圈圈 保護這個所謂的總統跟副總統的安全 有有有 對 後來到小布希有一次 到了南美洲去訪問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的一個反 就反對著美國 美國的那個經濟的侵略 這樣子的一個 反正就抗議的人 對 抗議遊行 當時有傳出來說 有人要暗殺小布希 所以那個時候 命運局才成立了一支 而且這個成立的部隊 是從FBI那邊調過來的 調過來的 一個攻堅小組有沒有 然後有所謂的 就變攻嘛 對 他就有所謂的 攻的這個部門 那一次第一次啟動 很危急 為什麼 因為到處有人在放 這個煙火跟沖天炮 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槍還是 還是煙火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就成立的把小布希有沒有 就像我們一般看的電影一樣 把總統的頭壓著有沒有 就這樣壓著 把他拉著就好 就推過去這樣子 因為不然一定要這樣子 對 就勾勾勾勾 推去弄拼這樣 那種感覺那種 對 那一次是第一次 展現他們的實力 從那時候開始 這一支的所謂的攻堅小組 就原來命運由手 變成攻的這個攻堅小組呢 只要總統從白宮離開 到美國國會山莊這一段路 因為他有時候總統 必須要到那邊去做 做那個所謂的諮問報告的時候 整個國會山莊一帶 全部把他封起來 而攻堅小組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採取機動性 因為他有好幾個小隊 都坐著漢馬車 裡面帶來的是屬於這種 就是一般的這種重兵器 在旁邊的四周巡邏 一旦有發現到歹徒接近了這個 總統馬上就要反應了 他就直接反應 直接把對方有沒有擊斃掉 對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其實秘情局的這些探員 真的還是要有一流的身手才行 不過就像剛剛兩位 這個媒體人講的 就是最早創立的時候 包括他們現在的業務 還有一個部分就跟錢有關 所以我們再來就來討論到錢 你知不知道現在 這個在資本屬於社會 每個人都是向錢來看 但是很諷刺的就是現在呢 如果你想到說要賺錢的話 那應該開銀行應該還不錯 因為好像看新聞 這些銀行家都很有錢 沒有錯 真的很有錢 你知不知道現在全世界 在2012年最賺錢的銀行 是哪一間嗎 答案呢 有點諷刺 因為呢 它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面 所出產的銀行 它是中國大陸的銀行 叫做中國工商銀行 它的淨利論啊 一年的淨利論 是人民幣2386億 是全球銀行最會賺錢的第一名 整合的台幣呢 是1.15兆啊 所以呢 它光是這一家銀行 一年賺的錢 賺喔 這個不是總額喔 這是它淨賺的錢 大概就可以幫我們國家 還不少的債 真的是這樣 大家都是看人民幣嗎 賴教授 對 因為我們看到 人民幣兌換美金 人民幣在那個 我們講的所謂的 外匯存款裡面 對 那中國的外匯存款 那個現在目前 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位 以前是日本第一嘛 對 那原來日本跟台灣 還在嘲笑中國說 哎呀 你外匯比我們少 對不對 可是結果現在中國的外匯 現在有3兆美元 3兆美元啊 日本大概就1.1兆左右 多了這麼多倍 日本第二位 這就有差距 就有倍數的差距 其實我們台灣也很了不起 台灣第四位 4千多億美元 4千多億美元 好 那因為 中國大陸有這個 3兆美元啊 所以 美國常常就採用這種 貨幣貶值 要求你人民幣升值的方法 對 來去賺 匯差 用匯差來賺 讓他們減輕他們的負擔這樣 對 也就是說 當美國 他要求人民幣升值百分之十的時候 升值人民幣百分之十的意思 也就是說 一口氣 那個中國大陸 就損失了3千億美元 但問題來賴教授 美國以前是老大哥 他叫那些小國家 人家會停 現在中國應該不會理他們 所以中國每次跟他抵抗 抵抗了以後 兩個國家就吵架 但是中國也受夠了 因為美國人就一直印鈔票 一直印啊 一直印 所以中國採用兩個辦法 什麼辦法 第一個辦法 他把美金把這些外匯換成資產 換成資產 買公司 買公司 所以他就把IBM買下來了 美國的 所以到處去收購就對了 對 到加拿大把尼克森石油公司買下來 到瑞典把歐寶 不過我們的台灣現在的暢銷第一名的歐寶 把它買下來 把它買下來 然後到德國 水泥攪拌車 機械車 全部買下來 一個工廠一個工廠買下來 他們連經濟上面的戰略 也都有這樣考量進去 而且都在實行 對 所以第一部分就是先把他的外匯 大量的買資產 第二部分呢 就是盡量的用人民幣來清算 我們叫做跨境的人民幣直接清算 這要怎麼說 因為現在好像一般來說 你到國際上通用的這個錢好像還是美金不是 美元或是歐元 他現在是想要讓人民幣來取代這些幣 有這樣子的機會嗎 這一次他就跟巴西又簽訂了 所以他現在跟韓國簽訂 他跟韓國的買賣用人民幣來結算 他跟俄國也已經簽訂了 他跟俄國的石油買賣用人民幣結算 現在巴西也要跟他簽來 現在巴西跟他簽了1900億人民幣的買賣結算 那我們也知道阿根廷也簽了 所以他在金磚五國裡面 他希望未來金磚五國都用人民幣結算 接著東南亞國協跟中國或是跟中日韓 也用人民幣結算 台灣也跟中國大陸都用人民幣結算的情況下 他慢慢的他就可以成為 脫離美金的空間 對可以成為區域貨幣 然後再成為全球性的貨幣 好所以現在中國的這個步伐 真的是越來越跨 越跨的步伐越來越大 那真的現在中國人都這麼有錢嗎 有錢到大家可能是很難想像 怎麼說你有錢要幹嘛 你買的東西也不用那麼多錢 所以現在有錢的中國富豪 這邊都只是簡單舉幾個率 只有做一個奢華的排行榜 像這樣四顆星的奢華 就是高爾夫球俱樂部 灰灰小白球 一年的卡費都是單位是美元 三萬到九萬美元 沒差了 沒痛癢 然後呢 太有錢了怎麼辦 出去玩啊 玩一般的遊樂園已經不夠了 都是去天上飛啊 地下淺了 水裡面游啊 這樣子 登山呢 登了也不是一般的這種小山 都是去登這種喜馬拉雅山 一次起跳呢 也都是百萬台幣以上的這種花錢 當然還是不只如此 到底有多奢華呢 問歐教授 這個 你猜他到底有多少有錢人 我們可能就猜是幾萬人吧 幾萬人 或幾十萬人吧 不是 是幾百萬人 幾百萬人 好 這是什麼原因呢 首先呢 據說他的促級幹部以上 或者縣長級以上呢 都很有錢 都很有錢 對 這裡有一個笑話就是說 如果呢 把中國的參觀呢 或者中國所有官員呢 排成一百 全部掃射 可能這個會有冤枉的 或是如果一個跳過一個 那一定會漏掉的 一定會漏掉 一定會漏掉 一定會漏掉參觀無力 就代表太多了 是的 那我再舉一個例呢 有一次啊 這個我在香港半島發電 是十五年前 有一個中國的年薪女生 她就說 我下樓啊 去買點東西 你們先等這菜要來 也不就十五分鐘 她就買了幾十萬人民幣的高檔貨 就在樓下的這些店 就學便瞎了一下 她自己說的 她自己說的 那怎麼這麼有錢 她說她公公啊 是在北京啊 管人家這個商業申請的印章的 其中一顆 十幾顆印章其中一顆而已 哪來管印章的都可以這樣子啊 這麼有錢 好 他們收穫到什麼程度呢 他們已經不只是玩車 玩車在我們這裡已經很厲害了 對啊 也許有人的一生目標就是開一個 不是說好一點的車 或超跑現在比較高檔 那些車可能已經不是他們追求的 玩飛機 是真正的飛機 而且向外定制飛機 或者是高級的遊艇 所以等於是中國富豪呢 他的玩法已經超越全世界了 真的 但是呢我們講到這個有錢人 有錢的呢 現在也不是只有中國 其實你對有錢人 他們怎麼樣花他們的錢 大家一定會很感興趣 比如說呢 現在傳出來的新聞 最新的就是富豪跟富豪彼此買東西 我這個很有錢的人 跟你這個很有錢 買一幅畫 結果就越買越貴 那幅畫呢 其實也有這個價值 因為他是畢卡索這個大師的畫 可是那個畫曾經都還破了一個洞 這樣補好了賣過來 結果又更貴了 有這樣子的一個道理嗎 我們今天有藝術史的專家 就要問邱老師 熊飛你有看過那個什麼 那個拍賣會的現場嗎 有看電影 看電影看過對不對 其實在那個拍賣會的現場 很有趣 很有趣 這個是一般人見過的情況 怎麼講呢 因為其實呢 如果說一個藝術品的單價 超過三千萬美元以上的話 你每一次牌的話 是一百萬美金 一百萬美金 就是你手伸出來 你打個哈欠 你只要不小心伸起來 就是一百萬美金 那個蚊子飛過去 打蚊子的話 也是一百萬 也是一百萬美金 所以其實在真正的拍賣會上的話 我們很少看到 真的很高單價的東西賣出 怎麼講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超過大概是一億美金以上的東西的話 大部分的話 都是市價成交的 那為什麼要市價成交呢 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些富豪們 他們想要避稅 避稅 他想要避稅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 這樣畫的買賣 他們也是拿來做避稅的 避稅的工具 你看 這邊我們列出來 那一個所謂的這個 很簡單列出來 這些藝術家 過去高單價的藝術品 他們買賣的這個單價 對 從最上面這個地方 2004年 畢卡索的畫 公開拍賣的 公開賣 正式公開拍賣 是1.04億美金 這個地方 那再往下的話 就是這一次這張夢 這張白日夢這張畫 它的市價喊價是在2006年 它喊價1億3900萬 那之後的話 最後成交的話 是同一個人買的 那買的是1億5500萬 就更貴了 更貴 比它私下還能價還要更高 可是重點是 那個第二次跟第三次 在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是私下買賣的 私下買 理由很簡單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是一種避稅管道 因為如果說你透過 那個公開的拍賣會 去買一張畫的話 那麼基本上的話 國稅局會有資料 如果說你是A賣給B 而且私下成交的話 那麼是不會有資料的 這是為什麼說最近這些公開的這些 很高價的這些藝術品的這些買賣 都是在私下情況下成交 所以賣得越貴 它就可以避越多的稅 所以這些 所以才是畫就算破個洞 也還是一樣 你講它的價值就是 那張畫其實不是破個洞 不是破個洞 那張那個Picasso那張畫 因為聽說那個背景故事 挺好玩的 怎麼講呢 因為據說是2006年的時候 原始那個A的那個賣家 要賣給那個B的買家的時候 那據說可能在談的時候 談得太High了這樣子的 太High 對 它那個手肘 撞到那張畫 那撞了一下以後的話 那個畫 凹了一個 大概6英寸的一個小凹洞這樣子的 那當然買人就不可能買了 你把畫弄壞了 現賠啊 對啊 那重點是這樣子的 就是那個 原本賣的那個人 就把這張畫拿去修補 那花了9萬塊錢 美金把它修補好了 還可以補好 還可以補好 對 那再過了這個7年後 就2013年的時候 同一個買家 又再跟原本那個賣家 把這張畫給買下來 對 這次買的價錢是1億5千5百萬美金 對 就是我們講的超高價 比之前的那一次還更貴一點 對啊 所以真的是還蠻有趣 不過有錢人這樣子花錢 原來他們還是有避稅的一個想法 好 挑戰新聞進行到這邊 先請大家稍後片段 廣告回來 繼續來看有錢人就是啦 中共大陸有很多虎爸虎媽 但是也有很多凱子爸媽 這個啦 20年前就幫自己的小孩子 安排好打理一切 待會回來告訴您 好 高雄的漢神百貨 在昨天營業的時候 發現被蕭小入侵 偷走了價值大約900萬元的商品 先從這則新聞一起來看起 27號百貨公司開門一夜時 發現二樓最裡頭三家精品專櫃 有九個展示櫃空空如也 明表和鑽石都不翼而飛 根據了解 嫌犯先躲在員工通道 以指向遮掩 準備趁打烊後行切精品店 發現打不開展示櫃 還以異品店的流離異品 敲破過一位玻璃 縮掛一空後 最後再敲破咖啡店落地窗 從容離開 咖啡店落地窗目前暫時封閉 遭切精品店則是損失慘重 嫌犯偷竊時 意思還戴著這種類似整人用的透明面具 不過他熟門熟路地躲在員工通道 躲過警衛的巡邏 還完全沒有觸動保存系統 警方意思懷疑是離職員工所為 但詳細情形還是得等到進一步調查 這起案件是發生在半夜 而且就跟拍電影一樣 這個竊竊是戴著這種透明面具 這個面具其實還蠻容易的 你網路上還蠻好看的 就這樣後面背後這個隱形 這個目光之城的女主角克里斯丁史都華 曾經也戴過這樣子的面具 雖然是透明的 不過戴上去 你根本就還是認不出這樣子的人 這樣一個犯罪手法 在台灣這一次就真的成功的偷走 今天這保全都哪裡去了 對 沒錯熊威 那我請問你 他在白天潛入百貨公司的時候 會戴著這個面具嗎 不會 對 所以去掉錄影帶 掉值錢的錄影帶 那他當然可能把他的外套 稍微改裝一下嘛 掉一下 因為他是藏在一個紙箱裡面 安全門 然後紙箱 等到下班了以後再出來 然後偷偷摸摸的 包括戴手套 戴面具等等 他還知道把監視器放開 不要去碰觸警鈴 保全交接時間 他都知道 這不是內行的 那就是電影看太多 對 那就非常的清楚了 不過我跑過的新聞裡面 這還算小咖 這算小的 一千萬嘛對不對 一千萬 我跑過一件我個人認為 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那一天剛剛我騎摩托車載了太太 跑新聞 他要回家 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都載太太跑新聞 我那時候載了太太 跑了五年的社會新聞 然後呢 因為我信用太好了 太太希望能夠跟著我 一起跑新聞 應該了應該了 然後呢在那時候 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警鈴響了 那我看到很多的警車 啊啊啊啊啊 就往延平北路 台北市的延平北路 我就跟著去了 來到延平北路的華南銀行 大稻存分行的外面 警察跟我就在外面這樣看 警鈴響了 可是裡面沒有異狀啊 沒有異狀 就是光想沒事 光想沒有異狀 大家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對 就可能是老鼠誤觸 通常都會講老鼠誤觸 進去檢查一下 沒有辦法 因為門是拉下來的 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以前還有行員會在裡面值班 後來就為了安全 就沒有了 然後後來呢 就不了了之 連續假期過了以後呢 銀行來開 哇 金庫被搬光了 哇被搬光了 九千一百多萬 哇這個是 金庫被搬光 比今天這個案子的十倍啊 對 是當時有史以來 第一次卸錢進去 這個等於說 進去銀行裡面 自己把它偷光 搬光 最高的金額 然後從哪裡搬呢 那門口是鐵門封下來 怎麼搬呢 原來隔壁有個工地 有個工地 二樓的那個女兒牆 跟他之間大概有 側身的這個距離 就這個距離 我還下不去 側身的距離 而且我告訴你喔 那個牆壁還好 那個牆壁之間 還有那個一根一根的鐵釘 所以你怎麼下 那打圖是這樣下去的 你知道嗎 下去了以後 還拿電鑽再鑽 咚咚咚咚咚咚 因為是工地嘛 都沒有發現 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一個洞 然後從二樓這樣垂降繩索下去 進去裡面呢 用一根繩索 把九千一百多萬 就這樣拿走了 一千塊了 五百塊了 一百塊了 還有硬幣 就這樣弄出去了 結果呢 到了有一天 警方的巡途車 台北市保安大隊巡途車 經過 巡途經過松山火車站前面 下來要 本來就是要隨機臨檢這樣 一個人看到警察就跑了 警察就說 一定是壞蛋 然後就追了嘛 對不對 追了以後呢 警察通常會這樣 你一定是犯什麼案子嘛 對不對 所以那追到以後 就把他抓出來說 我都知道 警察通常都這樣 我都知道 沒說沒說 親切禮 本來就是呼嚨的啦 就他們想說 真的就是啊 就是我做了 好大道成 就破了 就是他做的 你知道嗎 然後去他住的地方幹嘛 起出一千多萬張款 可是不是九千多萬嗎 那起出一千多萬 那中間那個差二六七千萬 到哪裡去了 這麼多錢到哪裡去了 這個嫌犯叫做林靜發 他的公辭 那時候整個過程 我都有參與報告破案 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他說 從頭到尾都是他一個人幹的 他一個人去 勘察地形 決定從二樓的女兒牆 然後攀爬下去 那因為他的身形非常小 比我們矮 所以他很小 他可以這樣下去 那警方還有讓他模擬 真的 然後他如何咚咚咚咚咚咚 可是問題是 你那一高線從二樓 隔壁這樣下來 要把這些錢弄上去 憑一人之力這樣攀爬 還有硬幣耶 對啊 也一百塊怎麼可能 好 那錢其他的錢到哪裡去了 他說 他把所有的錢 拿到迪化街 迪化街 永樂市場前面的電線桿 把錢用紙箱裝著 九千一百多萬 裝著以後 他把一千多萬 先攔了一輛計程車 他準備把它全部搬上去 他先搬了一千多萬 然後呢 警車突然間出現了 他一緊張 他就放下 他不敢再過去搬了 他先叫司機把一千多萬 再回家 再回來搬 發現警車不見了 錢也不見了 垃圾車剛走 他說 他懷疑六七千萬 被垃圾車搬上去以後 然後就送到焚化爐去焚化了 真的假的 你要相信嗎 你就是在燒金座 那時候沒有人相信 我們大家都認為 包括警方跟我們都認為 會不會有共犯 而他這個動作 是在跟共犯說 我被抓了 沒有供出你們了 我也把一千多萬被拿走了 那你們是不是應該 把其他的鹽吐出來 可是他很講義氣 他從頭到尾就是不承認有共犯 所以一直到已經出獄了 台北市很多地方 又發生類似的穿牆大盜 每個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林進發 所以原來也有這樣子 一個神偷的故事 但是同樣有另外也是 跑社會出來的笑成歌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些奇案 去年的六月之間的時候 在高雄有一個美商的大賣場 就很有名西開頭的大賣場 在那一天這個漆黑黑的夜裡 又下了大雨 然後兩個穿著黑漆漆的歹徒 打扮了兩個像忍者一樣的傢伙 那很厲害 那功夫很高 甚至就扮忍者 然後他們就去做什麼事情呢 就在賣場旁邊的鐵皮有沒有 然後繼續把它割開來 割了一個80公分寬的 這麼這樣的一個大洞 進去偷東西 所以在那一天賣場附近的 附近的居民只聽到三種聲音 風聲 雨聲有沒有 還有切東西聲 還有割玻璃的聲音這樣 割玻璃的聲音這樣 後來他偷走多少 偷走四百多萬 還是得手 還是得手的這樣子 那當然人家匪夷所思的地方 在哪裡 第一個歹徒他帶的器具 是完全的充足 第二個是他避開了所謂的 裡面的保全系統 那就跟今次很怪 又都避開了 那台灣不是也都只有 像這樣子這麼聰明的一些 有比較笨的 笨的在哪裡呢 像我們過去我們曾經有看到 有一個大胖子 他未來能夠去偷人家東西 他希望能夠就是 學蜘蛛人對不對 可是蜘蛛太胖了 就夾在那個 夾在上面被卡住 卡在那邊動彈不得 還要叫人家來救 還要叫人家來救 這是一個 那在宜蘭那邊的話 更有一個有沒有 也很胖 有一天的時候他喝了一點酒 突然想一想 沒有錢的 一看那個住家 他就要從樓上翻下來 做什麼呢 就看到那個什麼 我們後面不是有陽台鐵窗嗎 那個鐵窗鑽過去之後 你想想看 鑽進去 裡面就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偷了就跑 鐵窗鑽得過去 結果他就整個一卡 整個人就像豬公一樣 卡在那邊 掉在那邊 你就要人家來救 動彈不得 而且還叫喊到 救命喔 有人來救命喔 就後來之後 被屋主發現到之後 找警察有沒有 搞半天 為什麼 因為他實在太胖 卡得太緊了 他就找警察用那個鐵 鐵鋸 把它那個東西 把它給鋸斷 把它救下來 可是呢 這個笨賊 並沒有因為那個 刑切罪有沒有 被起訴 他是被不起訴處分的 為什麼 因為簡藍官說 第一 他還沒有入屋 刑切 因為他的屋子還沒進去 就卡在那個鐵窗上 第二個他沒偷到東西 對啊 所以他要求他 你就把人家那個鐵窗拒壞 賠一賠就好了吧 所以呢 這不管是怎樣 不管是笨賊 還是聰明的賊 真的逮路還是不要行 不過講完了社會的議題 我們再來呢 回去來探討就是 有錢人的議題 我們剛剛來預告呢 就有跟大家講過 在中國大陸我們看新聞 虎爸虎媽好像嚴格的管教子女 是很殘忍的一件事情 大家會於心不忍 這麼小的小朋友 但是也有這種很有錢的爹娘啊 二十年前就幫他鋪好路了 一起來看看這則新聞 中國炒房團足跡踏遍全球 一名中國女子 耗資一億九千萬台幣 在紐約曼哈頓買了一戶豪宅 竟然是為了兩歲女兒 上哈佛做準備 另外底特律房市 因不景氣而跌入谷底 號稱五百美金就能買到房子 更是吸引中國投資客 糾團買房 中國經濟起飛 炒房行進越來越驚人 全球大手比置產 讓各國房仲業驚呼淋連 哇這樣子驚呼到 連美國的房仲啊 這外國人呢 看到中國的這個大陸 可能都驚呼連連 到底是什麼道理 這個小孩子才兩歲 結果他爸媽已經確定了 他將來不是要念紐約大學 就是要念哈佛大學啊 沒有錯 熊威你知道嗎 過去台灣啊 這個企業家財團啊 因為生了一個孫子 不要說兒子啦 孫子含金湯匙出生 那麼給的紅包最高是多少 你知道嗎 新台幣一億 因為他是他的長孫 就紅包就一億 大孫就一億 對 那他的長孫女五千萬 五千萬 還是重男輕女啦 長孫一億 那個長孫女五千萬 不過呢 那個是台灣地區啊 給長孫最高的一個金額 是一億 但是比較起來 已經是說 中國有錢人對不對 可以打敗了 為什麼呢 對 在美國曼哈頓 一個公寓 最近成交 新台幣一億九千萬 那是一個中國這邊的有錢人啊 買給誰呢 買給他 兩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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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歲娘娘 他才剛會走路啊 你會不會太著急了一點 太緊張了一點對不對 那問他到底為什麼他說 因為孩子未來長大 教育很重要 所以教育的話呢 一定來美國讀書 對 可能是讀哈佛 哈佛 哈佛 哈佛林紐約還有點遠 有點距離 這個很奇怪 一定是讀名校 所以我乾脆就先幫他製產 他就沒有後顧之憂 那就是告訴你 兩個字叫 有錢 除了這個樣子 在外面 美國之外 他們去年啊 單單這個中國這邊的有錢富豪啊 在美國製產超過這個 大概是九十億美金以上 你就表示說有很多很多的錢 我們還記不記得黃帝美 黃立美有沒有 那時候四級房貸不是在崩盤的時候嗎 好多的中國的有錢人 就去買股票買什麼 這樣大舉的買進 所以表示 中國的經濟起飛了 站起來了 有錢人更多了 那麼除此之外呢 在他們中國的國內 在江蘇的南京 最近也有一件事 是什麼事呢 也有一個這個孫女出生了 也是兩歲 也是兩歲而已 可是呢這個爺爺奶奶呢 雖然不是非常 那麼有錢到那個程度 可是也算是中產階級高一點 所以呢 認為說自己年紀大了 那孩子兩歲 我搞不好以後 不知道有沒有看得到他 嫁人來幹嘛啦 未雨綢繆啊 為了表示說 對我疼愛的孫女的一個關照 所以呢 買了一個新台幣 兩千萬的別墅 送他 這麼早就送啊 當嫁妆 而最近的統計發現 在青島這個地方 所謂的富二代 富三代 越來越多人去買遊艇 爸爸可能拼命打江山對不對 結果孩子就拼命享受吃江山了 所以呢 遊艇最便宜的 從五百萬新台幣 一直到一億五千萬 都有富二代跟富三代 這些年輕人去訂 所以呢 真的是聽了看了 真的是社會跟世界 太不公平了 但沒辦法 但你以為呢 他們炒房呢 就只有炒這個樣子 剛剛講的是在美國炒 其實中國大陸 他們真的要炒房 全世界 什麼地方有房子 他們都可以炒啊 歐教授 那個 以前的天下第一幫 叫蓋幫 現在天下第一幫 叫什麼幫 你猜猜猜看 就是跟炒房子有關嗎 他這個中國有十大商幫 現在第一幫叫做溫州幫 溫州幫 好溫州幫 它有三段的發展歷史 一開始是螞蟻熊兵 為什麼叫螞蟻熊兵呢 就是把周邊的所有 可以經營的 可以吃的 全部吃乾麻鏡 吃光光 對 他們不只炒房 他連炒礦物都炒 炒糧食也炒 炒錢 就是除了吃之外 他們都可以炒就對了 他所有的錢 都能拿出來放高利大 套利 各種辦法 盡量能炒盡量炒 就炒 而且是有作戰式的 有計畫的 集體性的炒 組織式的炒 這是第一步驟 這是第一步驟 第一步驟大概是二十年前 就已經開始了 好 接著十多年前的紀錄 第二步驟 就是狼群幫 狼群幫 狼群幫就是他們開始遠征了 遠征 從外面去 例如包下兩節的車廂 直接去上海炒房 接著呢 跨出這個現實 火車能到的地方 他都去了 也去 那當然就是到 包括到香港 澳門 他們都去炒房 這是狼群幫 這是第二階段 對 第三階段 就是突英幫 突英幫 怎麼說啊 已經跟索羅斯是同等級了 這差不多了 OK 他的突英幫 騙集哪裡呢 包括馬來西亞 巴黎 紐約 倫敦 跨國了就是了 沒有錯 走出中國了 而且不只是歐洲或美洲 連這個東南亞 他通通去了 去了以後 而且集團是有計劃的 他還分了各種部隊 比如說他有先前部隊 而且也有各種企劃書 我現在真的 不是開玩笑 他們是真的有作戰計劃 真的有計劃來炒 就是了 跨國炒就是了 而且他們真的是 集團式作業 溫州幫連吃的也造炒 吃的也炒 我們到目前為止 看到溫州幫炒的東西 有炒魚刺 有普洱茶 然後有鮑魚 你知道嗎 他炒到那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很多人要去魚刺 要去香港吃對不對 他把魚刺炒到架高到 香港客有沒有 在那邊當地吃魚刺 含著淚在吃 含著淚在吃 為什麼又價格一下 蹦一下太高 貼酒市的價格 高到那個已經可以 真的跟黃金來相比 然後後來是 下一個目標是在炒什麼 就掛了你知道嗎 後來之後 他就被大陸嚴打 嚴打了之後 所以後來就沒辦法炒 他本來下一個目標 要炒什麼呢 松露 他如果炒成功的話 賭王有沒有 開始要哭了 真的是 這麼會炒 不過人民在下面 這樣子炒 其實中國大陸這些政府 他們在全球的布局 更是不手軟 我們來看看 我身後這一張圖 你看看 在東邊他搞收購 西邊推貿易 南市這邊找油田 北市簽協議 花木蘭也沒有他這麼忙 現在全球布局 步到這個樣子 而且現在中國大陸 已經瞄準到雨林去了 竟然要跟瓜地馬拉來買雨林 雨林都可以賣賴教授 雨林底下有東西 就是為了底下的東西 所以要跟你買一片雨林 買了300萬公頃的雨林 哇 但是買了雨林 就是為了下面有什麼呢 石油 還是為了石油 還是為了石油 所以我從剛剛看了這一張圖 南邊也是石油 北邊是天然氣跟俄國 也是跟石油有關 什麼都是油 這太忙了吧 對 俄國這個已經簽訂了 但是簽好了 供應大概4500萬噸到500萬噸 到5000萬噸的天然氣給中國 其實這個 我們為什麼一直不斷的 在呼籲我們的政府 這個 有效嗎 我們看到中國 當然是效果不太大 因為我們每次看到 中國大陸的做法 我們內心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感觸 我們中央銀行 死爆了我們的外匯 說4000億美金 外匯太了不起了 可是人家一直把那個美金 趕快兌換成為有效的資產 我們的中油呢 只是想辦法在台灣卡油 想辦法漲油這樣 我們的台電呢 只說因為這個天然氣很貴 石油這個燃料很貴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調電這樣 所以中油那個台電呢 不斷的跟馬總統報告說 這個成本很高 我們要油電雙漲 可是人家中國大陸不這樣玩 人家是怎麼玩 人家是跟人家合作這樣子 對 人家跟人家合作 而且佈局得很早 而且到國外去買油 買了油以後 就變成他們自己國家的油了 設在海外的自己國家的油 這個真的是要跟他 讓大家來做一個警惕 就是也要學習 因為它還不是只跟一個地方 你看這個地圖 到處都在買 我會說東南西北 非洲也在買 通通都買了 好 那這個成功的佈局 很特殊在哪裡呢 這個二瓜多佬呢 它是亞馬遜河 因為亞馬遜流域這是我們 目前地球唯一的 最重要的一個心臟 因為它是雨林 它是我們的廢 它能夠供應給全球的 這個新鮮空氣 這樣賣不會被罵 對 但是二瓜多佬 因為很窮 很窮 很窮 它怎麼辦呢 它就想 這個在2007年的時候 這個總統突發奇想 他們說這樣好了 我們來一個 虛擬的買我的石油 一桶五塊美金 一桶五塊美金 虛擬的 不錯吧 聽起來 環保的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是沒有人付錢 沒有人付啊 那怎麼辦 因為聽起來不錯 但是你要我付錢 我就不願意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情況並不理想 2008年到2009年 我們都知道 美國人引起了這個 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的時候 那麼這個國家快崩潰了 中國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出手了 給了370億美元援助美洲國家 包括巴西 阿根廷 中間也包括了一個 俄瓜多爾 大概給了370億美元的貸款 那給他們這些貸款以後 對 所以你看阿根廷 跟中國大陸 就簽訂了人民幣的清算 這一次巴西 也跟中國大陸 也簽訂了人民幣的結算 好 俄瓜多爾欠中國一堆債 怎麼辦呢 所以就賣土地 土地就是把這塊雨林 跟中國就合作來開採石油 但是因為他知道環保人士 還是要攻擊他 怎麼辦呢 他們提出一個 石油跟雨林共生計畫 有可行性嗎 也就是說他做一個模範給大家看 做一個模範就是說 我建一個標準的 開採石油的方式 然後同時也保護雨林 這樣的情形 他的目的在哪裡 他要修理美國的Dexaco 就是美國第二大的石油公司 因為當世界各國 特別是英國人 酸到不行的時候 就開始要攻擊他 他撤動他們在美國的這些環保公司 環保團體來攻擊中國 來攻擊俄瓜多爾政府的時候 中國大陸他們也把一個新聞公布了 公布什麼呢 因為就在當地有三萬多個原住民 抗議美國第二大石油公司 造成整片原始森林的污染 他說你美國人先弄好 再來講我吧 哦好 所以呢 講完了這個呢 中國大陸真的是全球烽火滿天的 這種布局之後呢 再來就是盛竹吾的時間 一起來聽聽看 歷史上的今天發生了些什麼事 歷史上的今天 1854年3月28日 英國和法國對俄羅斯宣戰 爆發了克里米亞戰爭 這個戰爭 觀眾可能不是太熟悉 但其實在世界的歷史上 這場戰爭可以稱作是 第一次現代化的戰爭 因為戰爭中第一次使用了 鐵甲船以及現代的爆炸性炮彈 同時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的豪沟戰 另外 電爆的傳訊功能也在這場戰役中 首度被使用 就連戰地記者的實力採訪 以及使用攝影技術來記載戰爭的實況 在克里米亞都是戰爭史上的第一次記錄 另外 克里米亞戰爭還造就了一個 家喻戶曉的偉大人物 那就是被當作 護士典範的南丁格爾 這次的戰爭 一共造成了大約50萬人死亡 但大多數的士兵 其實是死於惡劣的衛生環境 南丁格爾當時就專注於 改善戰地醫院的衛生條件 因此拯救了許許多多士兵的性命 也讓他贏得了 克里米亞天使的稱號 護士有多偉大 南丁格爾有多偉大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 在外星人熱潮的時候 英國發現了一堆的麥田圈的時候 大家都會認為 是不是外星人要傳達給地球人的訊息 但其實你知道嗎 在中國的新疆的戈壁大沙漠 也發現了很多奇怪的圖案 難道又是天外來客要給大家訊息嗎 我們就要問邱老師 對 其實這個發現的話其實挺有趣的 怎麼說 一直到最近才被正式的披露出來 那它的正式的發現時間點應該是2008年 2008年的發現 那在當地一直在醞釀傳說 那最近的話才出現在這個媒體上面 所以大概是全世界都在報導這個消息 報導這個消息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真的是 根據對岸的那邊的說法 他們說法講說歐洲那個麥田圈了不起 我們基本上有沙漠圈 沙漠圈 麥田圈曾經有那種專題的報導是說 人工是可以去壓那個草做出來的 但這個地方沒有草 是沙漠 對 這個沙漠裡面 而且這個地方其實挺有趣的 它的發現地點事實上是在烏魯木齊的南方 一個村子叫做馬家村 那馬家村的東南方這個地方 發現一個連續的圓圈圈 是在沙漠裡面出現的 對 那它的寬度大概是三公尺 深度大概是一公尺 而且重點是 這一個一個的圓圈 它會維持一個形狀 像我們在圖片裡看到的話 大概是這種所謂帶狀分布的 它其實在現場的話 它還看到那一種就是 六個或八個 圍成一個圓形 圍成一塊 圍成一個圓形 對一個圓形 然後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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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且成帶狀分布喔 從這個東南一直到西北延伸 而且還是延伸出來 延伸出去的 那這樣它的成因就很奇怪 對 那總共那個 最近下來有講說是23個 有23個 發生23處 但實際上的情況 他們講說在空照圖看起來的話 應該不只23個 應該更多一點 還要更多 那更多一點 那當地的傳說就很多了 傳說 對 那當地有人講說是隕石 隕石撞地圖這樣子 隕石 一是23點這樣撞下來 其實這樣撞的話還蠻整齊的 對 而且大小還差不多 對 那這個說法的話當然不成立 那當然的話 這個隕石有人講 那另外一個說法講說 那另外一個說法講說 就是當然講說 是外星人造訪地球 就像某種證據之類的 對 那考古對他們的說法講說 有可能是 這個所謂的 這個古代的人居住的遺跡 我們現在看著沙漠 可是在過去的世界裡面 它實際上是一個 這個河流的河邊 也有可能 它是河邊 那過去的那個 在當地游泳民族 它是半穴居的 簡單來講 稍微這個挖洞 挖低一點 那上面蓋房子這樣子的 對 或許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早期的這個 半穴居的建築的遺跡 這比較可能 不過最近 有個最新的說法出現 最新的說法是什麼 其實它是水井 是水井 是早期的 在新疆在這個灌溉的水井 那你現在看到 這個一點一點這個玩意 是地下那個水井 它那個沙子 露下去以後 然後使得上面出現 它圓圓一個一個的圓圈圈 這樣子的 原來如此 最新的說法是這樣 如果江博斯在 他會說是外星人蓋的水井 但是呢 我們今天呢 再看完了這個 再討論完這個 新疆出現這種 奇怪的圖像之後 我們繼續來探討 有一個比較 現在好像三月底 都要四月了 春天應該要來了對不對 在台灣 感覺這個氣候呢 好像還OK 但你知道在歐美 真的大家都快要瘋掉了 因為呢 理論上三月春天 就應該要來了 還在大風雪 這個雪大到 那個羊 可能都活不了 是這樣嗎 歐教授 對 剛才兄弟你說 理論上應該要如何對不對 我今天早上就去 特別去請教一個 大器物理學家說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理論上呢 他認為呢 這是人類迫害了大自然以後 大自然它自己有一個 修補的力量 所以你迫害得越強烈 它的修補的力量也越強烈 如果你持續要 這個繼續修破壞它 它就只好持續的 用這種方式 來修補它自己 好 那現在我們看到 有幾個國家 有這種很奇特的現象 英國 英國 法國北部 法國北部 俄羅斯 烏克蘭 美國有12個州 都進入這種情況 什麼情況 就是一直在下去 雪下到呢 大概積了快50公分 而且不是12月 是3月 而且是連續下了大約50多天 哇 感覺像是2月天一直連下來 3月一直不來 春天一直不來 對啊 難怪那個土撥鼠都差點 要被人家記起 好 那這個英國那邊 就造成多少人死亡呢 多少人 但是因為這個冷 就死了3萬人 那他們有一個衛生局的統計 就是說只要再多冷一度 就會每多冷一度 英國就會多死8千人 而且基本上都是這個退休者 就是年紀 年紀稍大 或者已經比較沒有活動力的人 那會相對的 身體會比較慘弱一點 那這種情況呢 到了這個莫斯科和烏克蘭 你可以看 這個莫斯科的紅場 就變成像溜冰場 溜冰場 那烏克蘭那邊是 所有的機場就全部封閉 那也嚴重的損害了他們的這個商業 和農作物的發展 對 所以好 這個呢就是呢 目前呢在全世界 其實大家我們在台灣 好像比較靠近赤道這邊呢 大家還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但其實在歐美呢 還是在受著這種暴風雪的一個災情 今天呢還是感謝各位來賓 參與我們挑戰新聞的一個討論 我們下次呢 同一時間再會囉 掰掰